新北市符合国中参加ArtMill国际交流壁画共同创作计划 学生透过视讯、email还有通讯软体和日本的中学来合力创作出一幅大壁画 活动丰富,学生的国际观也更成功地行销台湾 这幅长3.6高1.5公尺的大壁画是由符合国中美术班与日本波山中学共同合作所绘制的作品 去年暑假开始美术班分成八组净图 由优秀组别跟日本学生讨论 创作以海洋保育观念出发的主题壁画 呼吁大家不要在海洋、海边乱丢垃圾 所以后面还有画一只手 就是人类想要去拯救它 或者是想要掀开海浪去 让大家发现海底下的生物或者是一些垃圾 就是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好 就是还是存在一些我们未知的东西 可能一些生物受到伤害 可是我们的人类都没有去发现到它 或者是我们无意间造成的一些伤害 就是垃圾乱丢或者是飘到海洋 然后生物就会因为我们受到很严重的伤害或是死亡 符合国中第三次参与 Artmail国际交流壁画共同创作计划 由主办单位安排一百多间日本学校中的波山中学与其一同发想 波山中学绘制壁画的左下半部 符合则是绘制右上半部 海龟的底色就是哈贝色有点偏绿嘛 但是因为原本的构图就是小小张 然后就没有画得很细 但是一放大之后 它就要把很多细节都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需要改很多构图之类的 就是所以变成就一直重画 一直盖掉重画盖掉重画 交流壁画创作的学生需透过视讯 Email或通讯软体与日本学生进行讨论 不仅丰富学生国际观 更是突破繁离与疫情阴霾的展现 透过大家共同视讯的主题 定出海洋的议题 也是真是地球跟环保的一个重视 我想这对于两个国家的孩子 不会因为疫情的改变 而改变了他们想要跟世界做朋友 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在疫情之下的友谊是弥足珍贵 是非常重要的 跨国交流活动提升学生多元文化意识 培养地球村的观念 更是行销台湾 缔结友谊的美好过程 福德国中站